这是一部真实还原了 猎杀本拉登全过程的 作为全球第一的恐怖分子 这家伙一直被美国视为眼睛 为了追杀他不惜耗费 十年时间外交 甚至世界多国都被拓卷入了战争 堪称史上代价最大的一次追杀任务 故事开始于2001年的1月4日 此时猎杀本拉登的计划 已经进入了最后环境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经过腾腾摸死 终于在巴基斯坦的市区内 找到了本拉登的一名亲戚科威克 于是他们立刻对此人进行跟踪调查 最后发现他驱车进入到了一栋文房 在门口还能看到持枪武装人员的声音 为了保证行动的万无一失 情报人员必须想办法来确认 本拉登是否身体对这房屋 于是他们在中介处挑选了一个附近的房屋 随后便架起相机 对一次本拉登住所的地方 开始了24小时监视 一直过了整整40天之后 他们终于在照片中发现了一个模糊的声音 经过分析师对各种线索的层层 最终确认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任务目标本拉登 于是中央情报局便立刻开始策划抓捕方案 他们在国内最顶尖的特种部队里 抽掉了70名警员 最终24名海豹6队队员被确认参与抓捕计划 其余的几十名游骑兵队员 则负责在外围警界有可能抵达的治愈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绝对影响 所有参与抓捕的人员都没有被事先告知任务人员 甚至连任务何时开始都不 行动的具体细节 只有极上层的政府要员才得一顶 随后海豹队员们便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典骑 他们要在一个1比1还原的模型房屋内进行模拟抓捕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台阶都必须牢记 因为这是他们耗费十年才得到的重要情况 绝对不能将这个机会白白浪费 如此大的阵仗自然免不了队员们的思想裁 一些人已经猜到了他们可能要去抓捕队员 这也让所有队员都异常套 所以在演习时也十分积极 为各种突发情况都做好一顶一号 然而一直等时间来到4月2号 美国军方都没有再进行下一步动作 因为他们始终无法确定之前那个模糊的身影 是不是本拉登 贸然开始行动准备让对方更加紧 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对此是颇为观点 但他们依然没有想到好的解决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字 一名探员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们可以买通当地医疗人员伪造一次提醒 只要能拿到院里所有人的DNA 就能通过先前击杀的本拉登家人的DNA进行 只要让本里有人能够对手 那就证明本拉登绝对就在那里 于是第二天他们便开始了这个电影 一名医生带着两名护士成功进入了建筑内部 然而他们还没开始检查 一名持枪的武装人员就将他们赶了出去 这是一次长达10年的猎杀任务 美国情报人员经过层横排查 终于找到了疑似本拉登的注册 为了确保本拉登本人就在这种电筑中 中央情报局买通当地人员以体检为由进入屋内 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拿到屋内所有人员的DNA 然后与先前击杀的本拉登解决进行 可随之检查还未开始医疗人员就被轰了 计划也随之宣告试本 可就在情报人员翻看视频记录时 却发现了一个证明 屋内一个武装人员的K47更换了枪团 这样的改装形式曾出现在本拉登的随身保障当中 通过与之前拍摄到的影像对比 木制扶手出的划痕和枪管上的鼓势都完全行 如此一来他们便基本确认了本拉登做的事 于是在2001年的5月1日任务正式开始 海豹6队乘坐两架经过隐身改装的黑鹰直升机负责潜入Drop 两架CH47支弩干运输机在外围紧进 随时为所有任务参与人员做好撤离准备 另外还有两架阿帕奇和一架挂满导弹的F15E战机提供火力支援 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美方开始行动时并未对巴基斯坦方面做任何通知 而是直接出动部队来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包外 整个行动突出的就是雷厉风行 绝不让本拉登有任何逃跑的机会 时间来到深夜的凌晨翼 两架隐身黑鹰终于抵达本拉登居组上方 最先发现他们的是院子里的狗 狗叫声又惊醒了屋内正在熟睡的大喊 不于好奇心他来到外面查探 同时其他的恐怖分子也都被鼓声声吵醒 发觉情况不对后就立马抄袭武器中了 对着天上的直升机就开始走势 海豹队员们占据着高空优势 对下方的武装分子进行清除 可这事突然意外发生 由于建筑的院墙较高直升机产生了下凌晴 一架飞鹰受到干扰 好在直升机当时所处的高度不高 所以机上的所有人员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海豹队员下击后立刻冲向建筑 并使用高爆炸药直接轰开了大门 紧接着变河里面的武装人员开始了激烈的交证 这是一部真实还原海神之毛行动全过程的定义 海豹六队使用高爆炸药破开大门 开始对世界头号紫固分子等案 美国情报人员耗费了整整十年时间才掌握了具体线索 为此军方提前就做好大量的连续 整个建筑内部的构造他们两部制裁 为了保证任务的绝对体系 行动开始之前巴基斯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导致大量的当地人员紧在外围查看起来 这也给队员后续的撤退行动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随后镜头切回院子 从第一视角我们也能切身体验到抓捕时的惊险 队员们互相演互相内部 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不如全都被转弯了 以免事后受到国际检验 由于他们此前并未完全确认本拉登实在 所以队员们每击毙一人就会进行检查 这是一名探员认出这就是本拉登的儿子哈姆诈 进一步增加了本拉登本人身在这里的站 随后海胞队员们挨个对每个房间都继续 结果在楼梯转角处受到了 好在队员们提前就对各种突发情况进行过演习 他们组织有序的进行 很快就清除了前方的障碍 而这名被击毙的独特分子就是本拉登的另一个人 谁知就在这时 巴基斯坦发现美方擅自在自己领土展开军事行动出动的战机 但结果遭到了美方的失误的阻碍 最终可能是收到了美方的情报 巴基斯坦的战机不久后就离开了 此时楼房内只剩下了最后的一个房间 所有人员都紧张无底 如果本拉登没有在这里 他们苦心筹划许久的行动将彻底失败 一旦让对方产生解决他们可能再也找到 此时屋内一名神秘男子正坐着殊死一步的击 队员们直接破门 发现本拉登主员坐在这里 他将两名女子固在身前当自己固定 几名队员迅速冲上去将两名女子固定 身后的海豹队员则鼓断开枪将本拉登当 到此为止这个统固主义的人民工一中一被解决 事后这家伙的尸体直接被扔到了海里 奥巴马则是骄傲的队员 宣称了本拉登的死讯 也正是这个功绩极大程度的提升了支持率 让他得以连任 但整个事件还存在着诸多意义 形势如此精深的本拉登居然没有给自己有后果 要知道他在美国的追捕下潜逃了十年之子 并且美方当时完全有机会将本拉登活动 但奥巴马却在一开始就下达了激励本拉登 难不成他掌握了美国不可对外公布的命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